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 唐凤来到纽约 马不停蹄地在智库大学社区 做了多场介绍台湾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演讲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然后台湾可以帮忙 那台湾可以帮忙的程度 其实我觉得因为永续发展目标 它是定义在一个 就是在环境上 在社会上 在经济上 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这跟我们台湾 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 是完全相同的 37岁的唐凤 也是台湾最年轻的部长 他运用互联网数码技术 在政府各部会间 用信息完全开放的方式 寻求最大共识服务于民众 我负责的三个任务 也就是开放政府 跟社会创新 跟青年的参与 这三个其实都跟 所有的部会有关系 所以我并没有特定 哪几个部会我可以协调 我是跟每一个部会 都在做协调 在对唐凤进行的专访中 被问到台湾面对一系列 来自北京打压的危机的问题时 唐凤的回应提供了一套 不同于传统的新话语体系 我们早就已经有点抽开一段距离来看 所以并不是在单一的目标上面 压过或者赢过其他国家 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词在讲 这个叫做warm power 就是暖实力 对 就是所谓的暖实力 因为国际社会只要了解到说 台湾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伙伴 可以不断地送暖 可能bi-directionally 互相送暖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坚实的 友谊的基础 不少人认为 中共的举国专制体制 优于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 但唐凤认为 那又是一种单一的线性思维 我们在意的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套均衡的 彼此之间没有这种互相 好像抵消的这样子的情况 不然你用力往那个方向跑 他用力往这个方向跑 绳子一拉 大家都哪都没去 将资讯技术 应用于四年前 在台湾发生的太阳花运动 把占领反占领双方的资讯 完全开放 也是唐凤认为 台湾可以为群体性大规模运动 保持非暴力倾向 所提供的可贵经验 因为在每一个觉罗 都有人在看 而且每一个角落 你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 然后翻脸不认 或翻脸不算 所以在那样子一个 就是完整的 是大家凝视的那样一种空间 我们就确保说 不管是骚乱 或者是暴动 或者是谣言 它没有传播的空间 所以一定程度上面 它使得整个占领的 这个非暴力的倾向 可以得以维持 唐凤八岁的时候 因为学习成绩超优 在学校长寿同学的霸凌 他不得不在六年时间里 换了六个学校 他说由此让他领悟到 现代教育中 个人的竞争被过度强调 而他认为个人竞争 其实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 我也投入所谓的教育改革运动 就是希望说 也许集体跟集体之间 在解同一个题目的时候 还是有竞争 可是在团队里面 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 是跨领域的 跨背景的 跨各种不同年龄层的 互相合作 互相协作 那个人的竞争力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 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 唐凤表示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出柜 将原先男性化的名字 改成唐凤 他说他是一名跨性别者 他表示台湾是亚洲 对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特别好的地方 我们不敢说全世界去相比了 至少在我们这个区域 不管是从大法官会议 肯认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每年的这个游行 或者是说性别主流化的工作 等等 当然在在都是让我们看到 说LGBTQ+,在台湾 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说 就是跟任何其他人一样 但是至少这是在一个 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中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 纽约报道 感谢观看